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能给你在伟大的亚投行中心搞个巨型画廊 先不展开细节 光顺着画往上爬 就能体会到它的伟大 如何定义亚投行的建筑风格 不是哥特 不是凡尔赛 不是极简 不是心中士 不是包豪斯 是单纯的伟大 是但凡有一种感官 上位失灵就会天旋地转 五体投地的伟大 光看这楼层导航 哪个银行会有粉碎性投资试验基地 图像处理中转站 精神客户包房 亚投行的商标是金链接上印着一个地球 这是权势财富 这是自由自信 这是眼界的速度 这是共同繁荣的象征 这是重新定义银行的伟大 你往后看就知道 我没有半句过分的解读 调整一下呼吸 亚投行的神奇世界就在门背后面 开门见山 先下定义 业界航母 网络地标 世界现阶段最高级的 全球最大的亚文化银行体验馆 他将全球的综合消费 网络文化全面融合在一起 将网络几十年文化撰写在世界最大碎片建筑内 可以说布莱亚投行 往来网络行 不是嘴上说说 人家的陈设确实很能说明顶级文化 鼎盛时期 世界最强 布莱不是人 必须承认亚投行视野广阔 当代各国退休耿图 齐聚银行发挥余热 毕竟图像如战场 但是不能光会结应债 打呆账 创新商业像素也是宝贵财富 亚投行不会无缘无故排斥无用图像 随时都有未知像素一夜暴富 立足亚投行 放眼全宇宙 亚投行绝不拒人千里 在伟大的亚投行像素跳骚市场 你能一战式配权 摄影绘画CG图像 一切的像素和像素的一切都在这里 虽然这个比全球前十大银行加起来 还要大的建筑早已没有鼎盛十七的人气 但这里毕竟是全宇宙像素集散地 亚投行用一年一兆图像 打通了193个国家的对外贸易 在像素的海洋里 有种置身多米诺骨牌世界的奇妙 所有你需要的款式大小亚投行都能轻松找到 无论网上订单来自多远的地方 亚投行都会打包好每个人的理想 物美价廉量大从优 一键代发直播网购 你攒两个月工资代购的那键NFP 在这里只是涂山涂海深处的一小块边角料 在这么多图片里 穿行难免感到脱力 但仔细看确实有不少好东西 各路大牌随便一摆 基本都是青仓甩卖 不管外面像素多少 进了这门清晰就淘汰 网络不相信故事 投行不制造幻觉 管你多大来头 人问立马就卖 最精华的摆设还不在室内 完全体现了现代网络发展的鼎盛时期 运用自创的像素原理 实现内采新崩 外排废弃内外气体隔离 上下气体分离的超越自然的科技结构 你们都听到了 已经不能满足超越全国超越世界 亚投行这回要用像素超越自然 我怀疑大多数普通人和我一样 对金币辉煌四个字没啥真正概念的 如果要说世界上哪里金子最多 那一定是在亚投行的门头上 这是我唯一见过的 看起来真有钱的银行 人家这个行头确实很有说服力 亚投行的粉碎性投资试验基地像一个大蛋糕 粉碎性房屋遍布其中 网屋里屋外一看还有彩蛋 鸡肉狗熊鸡肉熊鹿鸡肉兔子鸡肉长颈鹿 甚至蜥蜴都有肌肉 动物模不模糊 全靠网宿加载 很显然这回废品粉碎网宿也跟着销毁 亚投行到底是什么 是交易海 是万神殿 是像素国际大银行 是全球图像度假村